我看到婆婆我就想到自己的奶奶 因为奶奶平常在家里也是跟婆婆一样 然后会跟我们讲一些她以前的故事 我就是觉得很开心可以听他们分享他们的以前的故事 听着长者的人生故事 也让学生开始懂得反思 成为他们生命教育中重要的一堂课 孩子跟孩子共学 去了解生老病死的人生课题 这种深刻的体验会藏养她的慈悲心 这一趟来到马来西亚的国际交流 让学生体验到的不只是外国文化 更多的是付出关怀的美好 大爱新闻珍珊美之宫夜草庆 马来西亚报导 以荒喜新来共度农历的七月 新北的慈祭双合联络处 以及永安活动中心 结合了社区成长般以趣味的游戏 带出了这个善念共趣 普渡友情众生的正信念